它這個椅子比較穩固 老實說是比較穩固 不會像那一般的椅子 很容易化動 很穩 跟一般容易軟腳或斷裂的塑膠椅不同 運用回收寶特瓶 研發出智慧塑膠 在做成的椅子特別耐用 一般的PP塑膠椅 放在太陽底下久了 它就會容易催化 PT的特色它很耐UV 所以它非常抗紫外線 所以它非常適合放在戶外 寶特瓶不只能做毛毯 衣物等紡織品 透過不斷研發 還能再製成為塑膠產品 高腳椅甚至靠背椅 完全是用回收寶特瓶做的 做到可以達到 耐做耐摔耐用的程度 由於寶特瓶回收量大 加上用來製成紡織品 所需的量並不多 為了充分利用 不但能再製成桌椅 由於不怕日曬 還能做成曬衣架 肥皂盒等等使用產品 除了寶特瓶製成智慧塑膠 廢棄紡織品 也能做成環保樹木 可以做到棧板 戶外地板 甚至是隔板 柵欄 甚至是外面的裝飾板 全部都可以用 運用廢棄紡織品的纖維 代替木材纖維 還要做到防水 抗熱 做成環保樹木 很難聯想 腳下所踩的地板 是廢棄紡織品做成的 回收回來 居然能夠透過這樣的 物理法 可以生產出很多 像塑木 還有很多我們日常 生活用品 他們都非常驚訝 透過大愛環保科技 人文館的展示 不管是智慧塑膠 或是環保樹木 都讓參觀民眾 嘖嘖稱奇 在科技帶領下 大家漸漸明白 環保已經可以做到 不斷循環再利用